你不是最高的 也不是最瘦的 说话也不是最甜的 但是你绝对是最适合当媳妇的 也是最会过日子的 就是你丽莹 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 丽莹 所有人都说你抠 但我不那么认为 你那9块9抱佣的衣服 我认为穿在你身上是最美的 我虽然不高 但我可以撑起一个家 以后你跟了我 我想让你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以后我的工资全部归你 我可以省 但你绝不能再省了 因为老爷们挣钱 就是给媳妇花的 丽莹啊 你是单身家庭 跟你来之前我就已经了解了 要想接受你 必须得先接受你爸 这是我家的四间瓦房当中 最好的一间瓦房 这间瓦房光鲜是最主动 我想留给咱爸住 我也不知道咱爸有啥爱好 但是在他没事的时候 我能陪他整长钟 车咱家也有了 但是不像人家有那么好的小轿车 但是拉咱们家一家四口 出去旅行 绝对是够了 以后你想上哪 我就拉你上哪 丽莹 咱俩都是担心家庭 你有爸我有妈 以后咱俩在一起 家庭 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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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莹,每次在台上看见你跟别人唱歌,我心里都是酸溜溜的,今天我又有请求,我想在台上跟你同唱一首歌曲,我最喜欢的歌曲是爱是你我。 莉莹,跟我走吧,莉莹,跟我学着吧,莉莹,跟我压过日的吧。 上一周同样是选择老胖和莉莹,结果呢,莉莹是陪衬,你看今天这一场,莉莹就说,我不陪你们玩了。 啊,结果主角是莉莹,什么感觉莉莹? 大吃一惊,我还以为,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